观众询问 为何泰国国外都常说 贤罗佛邪门 而佛牌大多数是邪灵鹰牌 不可随意共寝以免惹祸上身 其实中国和泰国的佛教关系 时以西元五世纪 当时贤罗境内各土著名族 卢继尼、蒙、罗胡族 都以信奉佛教和婆罗门教以及印度教 部分太族更是崇拜相神、四伯神、 比信奴以及凡天等印度神职 综合以上各残留思想 而导致泰国佛教分为大宗派 与法宗派等两种教派 内涵互补性质、复杂宗教体系 混合式的宗教与功德成为民众佛教中心的 咒术佛教 咒术佛教声称可以用咒术划除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安以为基 据称 诵经过的难门、圣水居有灵孝都能免除灾恶 前面所说的咒术灵物在成为灵验性的根源上 每一项都需居有修行真的能量 方可党灾、聚集避凶、心想事成、财运亨通、因缘和贺 而诵念护咒经术 以泰国之南传佛教毫无关系 既然以泰国上座部佛教毫无关系 弦罗民俗文化各项佛系之佛罗门教至印度教日月风火水土各天神 既祥瑞寿等等禅余的思维而逻辑推出各种正阴牌序幕 许多所谓阴牌原先都是善性意识形态使然 恳请修行真法师入席或是阴阳师之处心中理想圣物 更多泰国佛牌详情请参阅文字党